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答疑时间啊,进入答疑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聊一聊吧,不急 那么我们这个爬虫基本上已经讲完了,那么大家有什么感,就是有什么感觉吗 如果大家现在,如果大家把我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都把它理解一遍 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去试一下咱们这个爬虫工程师的岗位,对吧 可以去先试一下这个爬虫工程师的岗位,如果急着找工作的话,现在完全可以这样做 天散交流群,我同样在QQ群里面答疑啊 天散 这里吧 嗯 好的,我同样在这个群里面答疑啊 对的,下周开始数据分析啊,下周开始数据分析 那么 哎 单纯招爬虫的公司是否比较少啊,不少 目前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么关键点,其实大家做了咱们这个爬虫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关键点呢,最主要的就是反爬的处理嘛,还有就是抓包嘛,对吧 然后呢,写这个爬虫,如果大家能够呃 跟着我的思路来的话,其实基本上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然后关键就是把握咱们的技巧,其实就非常OK了 呃,好 数据库选择哪一个比较好,呃,这个数据库无所谓,我现在演示的是MySQL,现在演示的是MySQL,Python做数据分析的优势在哪,有很多优势呀 比如代码简洁,比如速度快,再比如开发效率高,等等 再比如可视化能力也很强,Python啊 老师脚本和课件哈,好的,马上上传 老师怎么防止重复,防止重复刚才说了 第一种思路就是通过过滤器 第二种思路呢,比较简单就是在数据库中设置一个Unical的字端 或者设置一个PrimaryKey的字端 啊,Oracle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操作的,一样的 只不过使用的这个模块不一样啊 第二个小,小节里面 史达的Request Request跟Request的参数不用head的原因 第二个小节里面 第二个小节我们做了什么 我看一下啊 第二个小节咱们没用 我看一下啊,看一下代码不急 第二个小节里面他说 Start Request的Request参数不用head的原因 我看一下啊 可能大家这个疑问是比较多的 咱们不急 豆瓣吧 咱们做的是豆瓣这个吧 呃,Start 稍等啊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打开它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地方拖过来看一下 呃,我们这个Request这边啊,确实没有用这个head的 然后这边呢,start urs这个地方没有用head的,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了head的,为什么呢,我看一下啊,为什么没用head的他也不出错呢 是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我这边之前没有注意,但是应该这个地方能爬的话,说明我们这个request的请求,不用模拟成浏览器也能够爬,也就是说明豆瓣,豆瓣这边,他可能这个反爬机制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的,因为之前这个地方加上这个head也行的,明白吧,这个地方加上head也行的,但是不加,呃,也行,是应,应该是因为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反爬机制嘛,如果有反爬机制还肯定不行了,呃,写的时候我习惯性都会加上,但是这里呃,估计没加,但是没加太也行,所以之后,所以咱们就呃,没有纠结这么多啊 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Title的BR 小菜鸟 Title 我是一个小菜鸟的这个内容怎么获取 就是Title at 不是Title TXT就行了嘛 TXT就能够获取这里面的内容了嘛 嗯 我是一个看一下 Title 这里不科学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呃,这个HTMA header Title TXT 我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你需要过滤一下这个标签 过滤了这个标签之后再获取这个内容 嗯 现在有些验证码是在图片中按顺序点击指定的文字 或者是拖动一块拼图到指定的位置 这样的验证码如何做 这样的验证码 你同样需要观察 它的这个,我看一下啊 你这个验证码 这个,这种方式 你同样需要观察它的这个Cookie 呃,同样需要观察它的这个验证码 它是怎么样post过去 呃,其次的话呢 就是咱们这个,呃,这种方式 这种网站 一般来说 它都是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登录的 那么一般来说 这种网站 我就不这么麻烦 就直接通过二维码去扫描 因为二维码扫描之后 它就直接有一个,呃,get请求嘛 那么它自动就有了这个Cookie的信息 然后我将这个Cookie的信息 就直接放在了咱们这个地方就OK了 明白吧 把这个Cookie的信息保存在这地方就OK了 接下来继续啊 现在10点28,咱们到10点35吧 在pass里面写了负循环 啊,负循环中又使用了调用pass 为何没有死循环 啊,懂了 您说这个问题啊 确实刚开始学的时候有很多疑问 它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 比如我之前写了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啊 当当网,当当网我应该是用的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是说这里啊 调用了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 死循环对吧 啊,这里也有一个循环 不是死循环啊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yard 对吧 其实的话呢 这个地方它会不断的去调用这个负循环 这负循环呢 然后它会不断的去调用这个pass 然后每个pass里面 它都会去执行一下这个 但是这个squip squip框架里面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优点 就是假如我们这一次 它返回了这个yard 返回了之后 那么下面的话呢 它虽然也会去运行 比如你可以通过这个print 在这里输出一个东西 它虽然也会运行 但是呢 它对应得到的这个数据 它会不重复的提交到这个pipelines中 这是squip中的一种写法 你看吧 它其实已经考虑到这种问题 数据库了解到什么程度 会用舌口就行 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些包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根据需求嘛 也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我没有这个包 我做不了 那么我自然就要用到这个包 就是根据需求去想 比如我们request forrequest这个包 那么这个包我们现在想的是什么 想登录这个网站 既然要登录这个网站 既然肯定是需要这个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嘛 那么发送这个post的请求呢 我们在squip中 你也可以采用uilever的方式去发送post的请求 但是squip中它完全也有一个包 也有一个forrequest这个包 这个包可能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接触 而我的意思是我把这个包讲了的时候 也就是说大家遇到新包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总结一下这个包在什么时候用到 比如forrequest它就是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用到 那么你需要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 ok 那么我自然就想到这个 forrequest这个包 写数据库的时候可以先接好 可以先接好表吗 可以用可视化 可以的可以的 呃这个 你写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对这个地方你写的是什么样的程序 呃显然编码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编码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其次的话呢就是程序需要看一下 Win10系统 PIP升级升不了级 这个我确实没用过Win10 不是没用过Win10 用了一段时间Win10 就卸掉了 呃这个问题可以去网上去找一下 可以去网上去找一下Win10 这个PIP升不了级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这边用的还是Win7 还是Win7 所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怎么发布一个爬虫道服务器 让它自动的执行 呃大家用过这个阿里云服务器吧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腾讯云服务器 大家都用过吧 这个服务器呢 大家不是可以就是通过呃对应的这个软件去找到吗 通过这个软件去连接嘛 那么通过软件连接了之后 无非就是将我们的Squip 呃直接就迁移到这服务器中 然后加入这个Linux的定时任务就行了嘛 呃老师Feedler爬不了HTTPS 还有怎么设置止爬取指定的浏览器 这么怪异啊 呃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么遇到这种问题 有可能是这个Feedler的版本的问题 呃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找一找这个网上去搜一搜Feedler的一个新版本 然后把这个Feedler的新版本把它下载到本地啊 然后呢大家就直接去用就行了 大家直接就呃下载到本地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 嗯 Wins可以升级people啊 有的有的同学说了 我这地方没有遇到这问题啊 老师怎样从网站下载数据 这些数据是平常公司后台页面里的连接到数据库里的 呃后台页面你登录之后就能够下载呀 你登录之后就能够下载呀 其实在爬虫中他没有这个叫做没有开发的时候的这个数据库的概念 你不管开发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连接各种数据库 比如oracle也得比如mysicle也得 你最终还是要展现出来吧 还是要通过网站展现出来吧 那么你展现出来之后 那么是不是就有这个数据了 爬虫的思想呢就是只看中这个展现出来的东西 而不看中你到底采用的底层是什么东西 顶多你放在这个js中封装起来 那么我抓一下包就可以解决了嘛 嗯 嗯 买蛇狗数据库安装包可以上传 数据库安装包可以上传 这个没有什么安装包呀 大家直接找这个mysicle下载下来 或者直接下载一个phpstudy 你下载了phpstudy 你安装就有这个集成环境嘛 我先把这个东西代码分享了吧 先把代码分享了吧 嗯 嗯 我先把这个关掉 先把这个代码给分享啊 看一下这个代码怎么分享呢 呃 在 嗯 嗯 我代码应该是放在f盘里面 看一下f盘 呃 放在这个地方 课件 第四周啊 行 稍等啊 我把这客件的东西下载一下 稍等一会啊 我先把这客件弄弄弄上去 因为大家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客件和圆码吗 呃 这个应该怎么样呢 另称为pdf格式 嗯 然后我这边同样需要把这个代码把它给打包一下 代码我在这 第七十课 第七十课 嗯 压缩一下 好的 咱们先传一下东西不急 啊 第四周对吧 哎 代码 第七十课 第四周 再上传一个课件对吧 课件也是在这 课件在哪 在这 第三周 第二 哎 不对 课件 课件第四周第二 好的 那么东西呢 我都上传了啊 东西我都上传了 呃 那么咱们继续 二维码登录是怎么样的思路 二维码登录呢 就是咱们直接 扫 不是有手机吗 扫描这个二维码 扫描了这个二维码之后 他不会不是自动的会获取一个 你先抓包分析一下 你看他自动获取哪个请求 那么你就自动的获取这个请求 获取了这个网址之后 那么是不是他会有一个cookie 那么这个cookie呢 呃 他就会自动的保存在咱们这个地方嘛 保存了cookie之后 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就是登录的状态了 我看一下这个啊 拒绝链接 people install p1 my circle 这地方拒绝链接 网络的问题 这地方网络的问题 网络的问题 网络的问题 小曼网络的问题啊 呃 navcat也可以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这个start 网址不应该是 为啥是这个 什么地方呀 我看一下 p1 my circle 他也是喜欢写的呀 他也是喜欢写的呀 我看一下这个网址在什么地方呀 这些地方大家先自己理解一下吧 懂吧 其实这种东西他没有固定的写法的明白吧 我先看一下 我先给你解答一下 这种东西没有固定的写法的 不用不用不用说啊 为什么是一定是这样 不是这样 其实他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怎样写都是行的 呃只要你把握住这个原则 他都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在什么地方了 我这个原码我已经关了 看一下 p1 my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吧 我刚才写了什么 我在这边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写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用当当网是可以的呀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第一次 为什么不不直接用呃第一页对吧 啊直接就是用了这个 呃其实用这个也行 只不过你现在用这个他没有错误吧 只不过他第一页爬不到了吗 刚才可能没有注意他第一页爬不到了 但是第二页之后的这些所有的页嘛 都是能爬的吗 这些没有固定的东西懂吧 他没有没有没有说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这个地方他默认是这个对吧 那么按照就是严谨的写法 这个地方确实写的是pg1 然后呢对应的是这个对应的后面这一串 然后呢如果你呃不太严谨也是可以的 他不会出错 只不过第一页的数据他会丢失明白吧 登录的时候 登录里面没有这个name的div 什么意思啊 真正的这位同学这个没有听清楚啊 这个地方没有理解啊 这个问题没有理解 我看一下这个又是什么错误啊 这个traceback 这一串错误 value error xpass error unfinished 肯定是x xpass表达式出错了嘛 咱们这个错误肯定是xpass表达式出错了嘛 你去调一调xpass表达式啊 scrippy可以做之前讲 urlip爬图片的内容吗 可以的都可以的 scrippy 它是一个爬同项目吗 它更加高级 现在没有讲到而已 它都可以的 它的思路是一样的明白吧 大家多试一试好吧 大家咱们拿到这个代码之后再多试一试 现在代码也上传了 大家遇到问题多自己试一下 自己试了之后咱们再提问好吧 很多问题其实自己试一下就懂了 为什么我使用谷歌也会显示feed了啊 这个是feed了的一个不算是bug 但是算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缺陷 呃咱们用feed了呢 他有的地方有的客户端或者有的浏览器 他照样会那个明白吧 你虽然没有设置他做代理 但是他同样会监测 这是他的一个弊端 他这是他的一个呃相当于一个呃 就是问题所在 但是咱们这个不用管太多 咱们这不用管太多 这里是feed了的问题 为什么 这是约定俗成的 对的 这位同学回答的对啊 我们还有几次课 剩下的课就是数据分析的内容了 咱们这个爬虫已经完了 43了 咱们准备下吧 对的 下面就讲数据分析了 爬虫讲完了 那理解课程后还有什么进阶的爬虫技术吗 唉 陈同学 你先把咱们的这个东西理解了 好吧 你理解了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内容量是有多大啊 而且你会知道咱们这个东西能做的是有多强大 好吧 咱们不要太多好吧 后面的进阶呃 有一些咱们这个课没有了啊 但是你完成了咱们现在所学的内容之后 基本上去呃应聘着爬虫工程师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我抽着答啊 不急啊 我用了这个代理之后咱们准备下线啊 数据分析一定用麦瑟虫吗 不一定 数据库都行 懂吧 数据库不是关键 不是关键 只不过麦瑟虫用的确实非常多啊 呃 我你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feedal中 我看一下啊 把它去掉 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你现在呢 tours feedal option 然后呢 你设置好了之后 你点击httvs 你应该先把这些全勾上点击ok之后 再打开这个地方 再导出这个证书 明白吧 如果你没有全勾的时候 或者你没有点击确定的时候导导出这个证书 那么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你把它全勾之后 确定之后再导出这个证书 并且用你导出的这证书 ok吧 那么直接点击的导出来 如果还出问题可能是feedal的版本的问题 能不能设计一个适合大适合的项目 让大伙试试啊 整合一下学到的最好是一个正式一点的项目 呃天都 咱们这次的作业是什么 咱们这次的作业是爬取京东商城的商品的信息 咱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比较那个大型的项目 并且也是一个比较正式的项目 并且让大家写入这数据库中 并且让商品不重复 这个在现实生活中用的是非常多的 大家采用的是咱们这个 呃自动爬虫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之前上节课所讲的那种 根据链接提取的方式 不要使用for寻款 好吧 大家使用我们craw的模板的方式 啊 来来爬京东啊 来试一下 这个就非常好的项目 行 那咱们那个吧 咱们下线吧 确实也挺迟了 那各位拜拜啊 有什么问题 咱们尽量群里面多讨论啊 各位拜拜 拜拜 我这边下线了 啊 不辛苦 拜拜 谢谢各位收听啊 听啊 好 你 好 你 好